阿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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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来到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丁丁 大家好 我是图加 现在我在土耳其的安卡拉 图加的家 今天我们要介绍大家 土耳其人的房子的风格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超酷 你们一定要看 现在我带你们先去看客厅 Go 我觉得土耳其人非常的有艺术天分 因为他们的房子的风格 非常的漂亮 然后比较欧式的 你们看这个灯 欧 我觉得很美 在台湾比较不会看到这种灯 因为我们觉得很浮夸 可是在土耳其这是很平常的一个灯 然后他们的沙发 非常漂亮 对 欧式风格的 就是你在这边坐着 然后喝咖啡喝茶 可以聊天 然后拍照 哇 超美的 然后每一个地方 都有一个装置艺术 我觉得他们真的生活中 真的充满了各种就是装置 去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 因为真的都很漂亮 对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国旗 Yeah Only S 这是什么时候放的 这个是两年之前 三年之前放的 他们真的很喜欢这种 杯子的装饰 各种杯子 我觉得超特别 因为在台湾我们没有这么多杯子 对 然后他们的吃饭的地方 这里 是不是很浮夸 我觉得很浮夸 就是他们有各种的东西去摆设 妈妈喜欢这个 真的 我觉得很漂亮 对 最特别的是什么 阳台 我们在这边干嘛丁丁小姐 他们很夸张 他们可以无时无刻的在阳台坐着 然后喝红茶聊天 就是吃东西聊天 然后这边是晒得到太阳的 所以他们有装一些窗户啊窗帘啊 你看这样 然后可以看到外面 这就是他们的外面 而且这个玻璃超酷的 我在台湾没有看过 因为它可以这样推来推去 然后它可以打开 加油 这样开 你看它是叶片式的 对 这样的 就是一片一片一片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这样关起来 我觉得好酷喔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了 对 然后在这边喝茶聊天 看风景 而且晚上的时候很可怕 因为晚上就是家家户户都坐在外面喝红茶聊天 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在外面 然后看着你 因为大家都在阳台上面 我觉得这个文化有点让我惊吓到了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每个地方有地毯 你们看 对 特别人超爱地毯 丁丁小姐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做到我们不开心 因为他们的客厅是有客人来的时候用 那平常他们没有用这边 是在小客厅 因为有电视 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是小客厅 平常他们都在这边吃饭聊天什么的 看电视 因为这边有电视 然后这边也有地毯 每个地方有地毯 然后这里是我的床 晚上我就睡在这边 他可以把它拉出来 就变成一个床 你只要铺东西上去就可以睡觉 我觉得很方便 而且他们的墙壁都很美 这个壁纸超美的 就很欧式风格 而且我很喜欢这个 那个是 桌子 他们的桌子很特别 可以这样一个 一个拿出来 对 客人来的时候 我们下面放甜点 每一个桌子上面都可以放东西 对 然后我们现在呢 去看一下厕所 我觉得最 惊吓的部分 现在 土耳其室的厕所 土耳其室 教你们怎么用 我真的不太习惯 因为我们喜欢做饰的 这是蹲饰的 特色是什么吗 它没办法冲水 因为台湾暗了就会冲水 可是这边不行 所以你要怎么做呢 自己冲水 那我们怎么打扁 就是你上厕所 它这边有一个洞 所有的东西都会往这个洞流 就是台湾的不是这样 台湾有水 对 可是土耳其的没有水 所以你上完厕所之后 它会往下 对 然后你冲水的时候拿水 直接这样 OK 你所有东西就会进去 对 我觉得蛮特别而已 现在是做礼拜的时间 所以会听到那个做礼拜的音乐 就是提醒大家要做礼拜 所以你们可能会听到一些音乐声音 然后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妹妹的房间 Avril 妹妹 然后他们的照片 这个是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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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耕吗 土耕帅一个 这个是Avril Avril Merville Merville 你觉得怎么样 好可爱 土耕帅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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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直说自己帅 然后这边是他们的柜子啊 然后女生嘛 就会有很多化妆的东西 我们现在去看爸妈的房间 对 倒倒去 超漂亮 好漂亮的床照喔 我喜欢 感觉好梦幻喔 很棒的一个房间 对 他们的衣柜也很大对不对 对 我觉得不错 第二个厕所就比较像台湾的厕所 就是有坐式马桶 然后他们洗澡淋浴的地方 对 然后这个厕所因为是妹妹专用的 因为她生病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会用这个厕所 对 就是我们只能用另外一个土耳其式的马桶 所以你好可爱 对不对 我已经开始习惯了 对 欢迎来到土耳其人的厨房 哦 这里是土耳其人的厨房吗 他们在这边吃早餐比较多 就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桌子 对 然后我觉得土耳其的厨房特别的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洗碗机 洗碗机 哦 我觉得台湾人也需要一个 可是土耳其人每天煮饭 对 台湾人没有就是这么频繁的煮饭 所以他们非常需要这个洗碗机 对 如果是台湾的家人看到他们可能会想到那一台 因为很方便 因为我们有很多碗对不对 对 超多碗 就是杯子 盘子 还有这边多少碗 超夸张 哇 杯子 哇 他们红茶杯有点夸张 因为我们最喜欢的红茶 太over 然后煮红茶的 对 在这里 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喝很多红茶 对 然后最特别的是什么吗 是 阳台 这边也有阳台 他们有两个阳台 这个阳台比较是晒衣服啊 然后 你们看 一样都是有这个玻璃门 这个门都是可以打开的 对 然后 这边是晾衣服的 对 他们都在外面晾衣服 我觉得蛮特别的 今天介绍给大家土耳其的风格的房子 他们真的生活中充满了艺术 然后很多东西是台湾人比较不知道的 可是我觉得特别 如果你们来土耳其的话 也可以 住土耳其式的房子 我觉得蛮特别的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Best of Taiwan 还有可以分享吗 拜托分享 我很喜欢你们 我超喜欢台湾 还有土耳其 Love Taiwan Love Taiwan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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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Ooo Ooooo Ooo Oo Kotυ bir tercih yaptı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